如图是研究杠杆平衡条件下的实验装置 要是杠杆的水平位置平衡 在B处应该 同样带来购买几个 这是几个 1 2 3 4 1 2 3 4乘以几 3 它的B处应该挂几个 3 4多少 6 3 4 12 2乘以几 6 6个是不是 是 去哪一个 A A是不是 我都这种题目简单了 调节平衡两侧挂上规格 现在是几乘几 现在是2乘3 是不是 是 这个2乘几 3 2乘3多6 2乘3多6 是不是 各去掉一个这是几个了 1乘3 1乘3是不是 这去掉一个是不是 2乘2 2乘几 2 那这1乘3 跟2乘2哪边大 右边 右边大 是不是 那这怎么着 右边下沉 右边多 右边重 是不是 是 这不能叫右边重 这应该叫高中的时候 应该叫右边的力矩比较大 力和力弊的成绩 到了高中叫力矩 初中没得叫 好了 这个题目应该简单了吧 杜老师刚才已经画了好几遍了 是不是 是 到了力矩画了好几遍了 让你先猜一个 是哪一个 F3 F3是不是 是 因为F3的话 力弊就哪一场 就是杆自身的长度 是不是 是 还有3 举一个F2吧 F2力弊多长 怎么画 反向延长 F2需要反向延长 是不是 是 这点到什么 力矩作用限制 这样是不是 是 那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肯定比这个长度要什么 短 理由是 斜边大于直角边 你刚才这样画水 那这是直角边是不是 这是斜边 不这是斜边是不是 是 这是直角边是不是 是 垂直符号呢 在这地方是不是 是吧 斜边一定大于直角边是不是 F是同样是不是 是 F1的力弊呢 这个长度还F1力弊呢 没有 刚才刚刚讲 F1力弊是多少 0 你F1的反向延长正好过直点是不是 是 这个F4的这个地方是不是 是 也是直角边 肯定没有斜边长是不是 现在哪一个 C C 所以这题应该有个结论 同学们 什么结论呢 如果杆是直的 当这个力和杠杆垂直的时候 此时的力弊就是这根杆的什么 长 长度是不是 那此时的力弊一定是什么关系 一定是所有力里面最长的那个力弊 是不是 是 当然力弊最长的时候 用起来省力还是费力来着 省力 省力是不是 这多少种的实验你能看出来了 当力数着向上的时候 堂皇次力读书最小 对吧 但前提这感觉值得 值得 如果是弯的话 弯就弯了吧 当咱们将来春季或者秋季复习课程在讲 在讲杠杆是弯的话 比如这样 好 把石块翘起来 所施加的四个力中最小的力 等等 这四个力都是动力是不是 是 就四次分别用其中一个力 都来翘石头是不是 是 好 那我把你这头的力就叫动力 动力乘以动力比等于什么 阻力乘以阻力比 阻力乘以阻力比是不是 阻力是不是就应该是 石头给赶向下的压力 是 那石头给赶向下的压力的话 是不是等于石头的重力 是 所以石头的重力大小就是阻力大小 是不是 对 它的阻力比是不是应该这么长 反向延长 这个长度吧 是 这个长度会不会变 不会 刚刚翘起来的时候是不变的是不是 这也是不变的吧 不变 所以这个成绩怎么样 也不变 不变是不是 那你这个成绩也是不变的了吧 不变 是不是 好 这个成绩也是不变的 那你F的大小就取局于什么 L大小 L越大 F越 小 是不是 那我现在就找这四个例里面 谁的力比最大 谁的力比最小是不是 是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 只要这个杆是直的 什么时候力比最大 垂直是 就是你的力用的方向跟杆是什么关系 垂直 垂直 那里面谁垂直 F2 F2垂直 因为F2的力比多长 就是这个杆是长 就是这个杆的长度 是不是 对 谁最短的 最短的能看见吗 我猜是F4 F4 是不是 是 我猜应该是F4 它应该是这么画 是不是 是 然后支点到力的中心的距离 是这个长度 是 这长度肯定比较短 是不是 其实 F1的也不长 你看F1应该这样 F1是不是反向延长 反向延长 这样吗 但肯定比这个短 是不是 是 所以应该 最小的力是谁 L F2 F2 如果回答理由 就是因为它的利率最什么 大 利率最大 好了 几句题 如图所示为 钓鱼竿 钓鱼的示意图 OVGD F1表示手对钓鱼竿的 自用力 真的钓鱼竿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 实际生活中在钓鱼竿各种各样了 是不是 有的用手摇 是不是 是 有的是直接手拿着连根甩起 胳膊在转 是不是 有的是这样 手拿着 后面这只手不动 前面这只手往上抬 是不是 是 实际上有的是两个手一起往上动 是不是 各种各样太复杂了 我们研究的是最理想的模型 就假设后面这只手不动 前面这只手往上抬 在图中画着鱼线 在钓鱼竿拉里 F2的利弊 鱼线的钓鱼竿 是不是这样往下拉 是 是鱼的重力 竖跟向下往下拉 对吧 对 支点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 我们以后面这个手支点 什么叫利弊 这支点到 动力 利作用线 利作用线 是不是 动力作用线 或阻力作用线 那这样 打个什么来着 垂直符号 然后呢 符号 从起点到终点 是不是 是 L表示 对吧 IFR就是什么 L是不是 对 你说鱼给钓鱼竿 向下拉力 是阻力还是动力 阻力 很明显 鱼的重力 左往它旋转 是不是 是 左往它旋转 阻力 现在动力呢 那肯定人手 这么抬的力 是不是 是 那这个力是动力 是 那它力量怎么换呢 鱼锤直 支点 从支点形一条锤线 是不是 是 是这样吧 对 这个不太好画了 打什么 垂直符号 L1是不是 这是动力币 这是什么力币 阻力 阻力币是不是 那这L1跟L2谁长 L2 阻力币长 是不是 是 动力币短 是不是 对 动力币短 动力币阻力应该怎么样 大 大 大是不是 动力是你用的力吧 是 你用的力大了 你是费力了还是省力了 费力 所以第二个杠杆什么杠杆 费力杠杆 费力杠杆 是不是 是 好了 讲完了 所以这个题目叫杠杆的动态分析 这个属于中考长考点 是个难点 我们今天先讲一道 等咱们将来春秋季复习课程的时候 还要重点讲这种题型 好 来 在杠杆的异端且始终于杠杆垂直的力F 将杠杆缓慢 这两个字是重点 这两个字是重点 将杠杆缓慢的一个位置A 拉着位置B 在这个过程中动力F 你这个杠是在转动啊 是 但这个力始终于杆什么关系 垂直 那到这一地方力怎么样 最小 不是 不是最小 是还要再跟它垂直是不是 是 你这地方垂直 这地方也垂直是不是 是 所以力的方向一开始就斜着到竖直 力的方向在变是不是 对 好 杠杆怎么旋转 缓慢旋转就是很慢是不是 是 很慢我们就认为它是平衡状态 好 平 缓慢速度很小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云四转动是不是 是 平衡 好 那杠杆始终是平衡 它得符合平衡条件 是 那平衡条件是动力乘以什么 动力力 等于 阻力乘以阻力力 好 那你这阻力是谁 你趋势这个杠杆旋转 那谁阻碍这个杠杆旋转呢 它的重力 哦 它自身有个重力是不是 是 注意 有些情况都说轻直的杠杆 那就是杠杆重力不济了 如果它没说是轻直的杠杆 在斜着的时候 你看这个力跟这杆什么关系 垂直 那说明动力壁是多长 就是垂直 就这个杆的长度是不是 是 好 那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还是 你这个力还跟杆是垂直的是不是 是 所以质点到力的自用性的距离 就是杆的长度是不是 对 那这样这个过程中的话 动力壁有没有变 没有 动力壁没变是不是 对 非这个动力壁是不变的 动力壁是不变的 好 还有哪个量是不变的 能看出来吗 重力 对 你甭管这杆是斜着的 还是水平的 杆的重力是不变的 是不是 是 所以那就是阻碍杆杆旋动的力 就是杆杆的自身的重力 也是不变的 是不是 是 这个题让咱们分析什么来着 F 就是动力F是怎么变的 是不是 是 那你看这个量不变了 这个量不变了 那它变大变小 取局于什么 L2 L2是不是 L2什么东西 LD 什么LB 阻力 阻力 阻力是不是 阻力币是不是 是重力的力币 是 那你看重力的力币怎么变了 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等它拉起来以后 这个点跑哪了 往右 你看它这样 正上方的时候 应该是在它右边还在左边 右 右边 因为这个长度怎么样 小 这个长度比较长 这个长度比较长是不是 但正上方的这是什么变 数字化交线 你转起来以后 这个点肯定不能跑这个点来了 这个长度比这个长度要怎么样 这个长度短是不是 这个长度长是不是 你一旦转起来以后就跑这边来了 对 所以你转起来以后怎么样 这个重力就跑这地方来了 是不是 好 那你说阻力币有没有变 变 当赶在第一个斜着的时候 阻力币是多长 支点到阻力自用性的距离 是不是 那阻力自用性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反向延长是不是 那这个长度 是什么时候的阻力币 是你第一个倾斜的时候的阻力币 是不是 好了 等你拉上去以后 这个重力自用性是跑这边来了 对 那阻力自用性变什么 大 是不是支点到阻力自用性的距离 就是到这么长了 对 你原来是这么长 现在变成这么长了 是不是 是 IOR一撇是不是 好阻力币有这么长 变成这么长 就是IOR变什么 变大 变大了是不是 好 IOR变大 这两个量不变 是不是 是 但是F呢 变大 变大 因为你们的成绩变大 他们的成绩也变大 是不是 最大选哪一个 I 能听懂的是这个 能听懂的话 是这个 因为你第一次出学 这种题目从这边 还有比这更难的呢 更难的 那将来放到那个叫 放到哪呢 放到咱们春秋季的复习课程里面 一定会讲这种题目的 如图是搬用泥土的独轮车 独轮车是不是杠杆 是 这还真像个杠杆 你说你往上一抬 它是到这个点旋转 对吧 对 但你往前 我往前走 咱们不算 就你抬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独轮车 是不是这样旋转起来了 是 现在这个点旋转起来 是不是 好了 那哪个力量的动力呢 确实它旋转的力 抬 你看地上 你抬起来 是不是你手抬的力量的动力 是 那这个地方应该支点 是不是 对 你想这个 你想看那多轮车 你往上一抬 这地方总有固定点 这个车身怎么样 说车身是这么旋转 是 是吧 你看 是不是 是 这么旋转 所以这地方是支点 那支点到动力自动线的距离 叫什么 动力地 动力地是不是 动力地 但是我现在怀疑它给我弄错了 画图书画错了 咱们先往下看 动力地是不是 是 那哪个 你往上抬 你的力趋势杠杆向上旋转是不是 是 但哪个力阻碍了这个独轮车向上旋转呢 泥土的重力 对了 但你车厢自身有没有重力 有 就是车厢和你子总重力多少 是向下的 向下 这个力就是什么 左外它旋转是不是 你望上抬它望下按对吧 是 好 那这个场合应该什么场合 阻力地 阻力地是不是 动力地跟阻力地比哪个场 动力地 那动力地场是省力杠杆 省力杠杆 省力杠杆选它是不是 是 总重是一千 这是一千呗 是 I点TX力比F F力比这写着吧 多少 1.6 1.6是不是 写着吗 是不是 那 至少是多大 你至少是多大 就是刚要动还没动的时候 是不是 是 至少就是 你保持静止的最小的力了 是不是 你比这力再大就动起来了 是不是 是 那你刚动还没动的时候 我实际上还可以认为你是用平衡状态吧 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 是杠杆的平衡条件什么来着 动力乘动力 阻力乘动力 阻力乘动力 F乘一个动力币是多少 说1.6米 1.6 等于什么 1000牛 1000牛乘一个 阻力币是不是 但是阻力币题目里面是没有 没有 这题目里面是他给多少是弄过 这是我们的科建组的同事 给多少是做出来的时候 他丢了这地方 我给你加一个 这是1.6是不是 这是1.2 这是1.2米 那你说这是1.2的话 这是阻力币吗 不是 给你试一个陷阱 你这是1.2 实际上这是多少 0.4 对 这地方是0.4 这是0.4 那这0.4是力币 还是1.2是力币 0.4 0.4是不是 所以得把它改成什么 0.4 这个是0.4是不是 那答案是不是应该出来了 是 所以1.6跟0.4 约是多少 4 这是4是不是 那F等于一个 1000除以40是多少 250 你最怕把单位给带上 250是牛 你要把牛给丢了 怎么念 250 太难听了 能明白吗 能 就是至少是多大人的理解 至少多大就是说 我超过这个力量 它就怎么样 起来了 起来了是不是 起来了 当没超过这个力 正好是这个力的时候 我还可以理解成你杠杆 还没有动过是不是 是 那我还认为你是平衡状态 对吧 我还认为是平衡状态